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從聽書到看書 相信大家對幾米並不會陌生 就算沒看過他的潰伴,都應該聽過他的名字 較出名而拍成電影的作品有 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鐵,星空等等 不過他是從何時開始畫畫呢? 大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幾米的父母親都不懂畫畫,姐姐哥也不懂 他其實是身於一個完全沒有繪畫藝術器式的家庭裏 如果硬是要追溯出一個源頭,那就是三舅舅 三舅舅年輕時由七師傅退休後才開始畫畫 後來就變成專業,還開了畫展,賣到很多畫 在幾米國中的時候,學校裡的人是不會因為懂得畫畫而覺得驕傲 更不要說受到老師的鼓勵了 後來去到高三的下學期,他才發現原來大學是有美術系的 但就要加考術科,父親就找來了一位老師,教幾米畫素描 為了應付考試而補習,他和老師學了三個月素描,就跑去考試了 當時考試的佔分比例是素描佔40,水彩佔25分,國畫25,書法佔10分 後來考試成績揭曉,沒想過素描的分數是最低,只有16分 反而從來沒有學過的水彩和國畫書法就得到很高分 相當於滿分的80%以上,就是這樣迷迷糊糊考上了大學的文化美術系 他知道自己的起步很遲,情況都不樂觀 但入了美術系之後更加發覺自己和其他同學是差一大節的 甚至覺得很自卑,其他同學都會為了自己喜歡的藝術家而爭論不休 但他對於這類事情就沒有太大熱情,純藝術的領域都表現平平 後來因為考慮日後工作的前途,所以在大二的那一年就選了設計 功課都是隨便做,讀設計之後就沒有再畫圖了 後來就入了廣告公司,一代就12年了 在廣告公司的時候,因為見到公司的日本廣告連鑒 很多都是用插畫、漫畫來表現 他就想如果可以直接用插畫的方式來製作廣告,可以省很多時間 於是這樣又開始拿起畫筆畫插畫了 最初都是純粹自己練習,慢慢畫多了 又難免會有想和其他人分享的念頭 後來有位同事見到他的插畫寶,就拿去給王冠雜誌的總編輯看 就是這樣爭取了為雜誌畫插畫的機會 後來也有幫報紙畫,但這樣並不足以讓幾米的插畫本誕生 直到1993年底,幾米開始對廣告工作越來越力不從心 在工作上遇到從來沒有遇過的低潮 就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她迷迷糊糊走入了一家冥相館 有位女上士就跟她說,你不要再寄人離下了,要自己創業 1995年將會大發,獨當一面,不費吹灰之力就會裁員滾滾,從此平暴清雲,走上人生高峰 幾米聽完這些說話都覺得人生前途一片光明 就是1994年的春天,她決定結束了12年的廣告生涯,去歐洲還了一轉 然後就開始做一個全職的插畫工作者,日子很簡單,平靜而美好 雖然她不明白自己這樣畫,憑什麼會大發呢? 她內心很默默地期待,1995年快點來到 當我說到這裡,大家會否認為幾米的繪本就是這樣誕生呢? 當然是沒那麼容易的事啦! 終於來到她期待的1995年,就是連她被確診患了癌症 她在沒有任何選擇之下,開始接受化療,尋求骨髓的配對 1995年,她什麼都沒有做到,躺在醫院的單人房,與世隔離,借住探訪 在第三次化療之後,她真的很想回家,但在出院前夕就突然耗血 如果醫生知道,肯定就不會放她走,於是她就將事情隱瞞,辦理出院手續 後來的每一天醒來,都覺得自己是賺了,出院之後休息了三、四個月 一個星期只能畫到一張小桃,因為心病沒有辦法工作也沒有收入,但還是要生活 在調養身體的時候,一個熟悉的編輯就問她,會不會開始畫到一些圖呢? 就這樣又開始了畫畫的新奶 最初都是畫得很慢的,一日半個小時也畫得很少 一半一個星期才能完成一張圖,後來她的病情得到改善,也開始恢復健康 畫作也累積到一定數量 在1997年的夏天,玉山社社長就向她邀稿,她也答應了 紀迷說,對於書的創作,她一直都懷有很崇高的敬意,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會出書 但帶病一場之後,讓她覺得心命無上,很多想法都改變了 當時和出版社的約定,就是將十年累積的策畫結集出版 她自己也有點擔心自己會林鎮退縮,所以還是簽了約,蓋了印章先 但後來,她整理畫稿時發現,原來滿足不到自己心中慢慢燃起的創作慾望 她忽然覺得有很多話想說,所以就決定全新創作 她的第一本《潰本》就在這時候正式誕生了 我今天分享這個故事,是出自幾米的書《潰本的夢想與實際》 幾米分享創作心得 這類的創作者智述或一些隨不結集的書,一向都是我的喜愛 因為可以看到很多作品背後的事 今天分享這部分只是書的小前言 下集會和大家分享她面對創作的感受 堅持、進頸位和焦慮等等 我們下集見吧! 從聽書到看書,分享書籍 《潰本的夢想與實際》 幾米分享創作心得 作者幾米,由戴花文化出版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完